妈妈 很想请师傅给我的孩子 看一下图腾 08年的叔叔的女孩子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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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叫什么名字啊 郭嘉诚 郭嘉诚 一 二 三 你看你们的师父 就天天这样救人 真的可怜 这种灵性在他身上 就不肯离开 听得懂吗 有的灵性 你给他小房子 他都不要 他要他的命 我有好几次 去跟灵性直接讲 我说你能不能原谅他 饶了他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你来替他还这些债好吗 好了 这个孩子典型的一个散铃在他身上 你们家族里边有沙叶听得懂吗 几几年呢 第八年 数数的 想看什么 自闭症 多动症 还有尿瓶 尿碱正常 多动症 还有什么 自闭症 尿瓶 尿碱正常 你们想想看 一个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 爸爸妈妈多难受 你们想想看 这种病没办法看的 只有靠菩萨的慈悲 而且他自己要还业 明白吗 今天家里就是这个样 现在看见了吗 什么叫欠债啊 就拉住你 叫你还 我讲给你听好吧 你们家什么地方人啊 江西的 你知道你们家 上辈子 杀掉过一个活的猴子 那个活的猴子就投在他的身上 他整天在家里跑 做着很多动作 像猴子一样 对对对 是的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猴子 就是那要债的 他不会停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缠住你了 你现在给他拉了几张小房子了 听了四百多张 不够啊 一千五百张一共 才会好一点 听得懂吗 好 我现在要帮他治 可以 但是他的业障这么重 我叫他走了 他会安静一点 但是过一会儿 他还会上他身的 我当然可以马上 叫他安静一点了 看见了吗 有什么用啊 一会儿又来了 所以你叫他安静 他一会儿又来了 这是你的业障 你们没还完 你听得懂吗 好好念经啊 真的 你们两个有的瘦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杀这个猴子的时候 就是你们上辈子杀这个猴子的时候 就这么绑这个猴子的 现在他就叫你们好看 变成你们的孩子 来搞你们两个 看见了吗 有什么办法 像不像一个猴子啊 猴子要死的之前 两个人把他拉住 绑起来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这猴子拼命的挣脱 就想活命 你们去看看 天天这个动作 明白了吗 明白 是 他每天都是 那种碰的 像猴子的样子 像猴子一样 我告诉你 这个猴精在他身上 他就是来要命的 你们自己不要跟我再讲了 好好念经了 学佛 我想问一下师父 他的功课怎么做 功课给他念大悲咒吧 大悲咒多少遍 十七遍 心经二十七 礼佛念五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要放多少条鱼 三万条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管的 灵感关心 佛萨摩萨慈悲 我的孩子 国家成 我可以告诉你 就师父这些力量 师父的这些 我可以叫他 马上趴在地盘上 不能动 但是我就不知道 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不能做这些事情 你们记住 师父是如理如法的 我从来不做 我要靠你们自己去还债 我不能用我的法力 让他马上停下来 听得懂吗 让你们两个瘦瘦 你们才知道 不要杀人啊 不要杀业啊 以为杀猴子 真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 师父有时候看图腾 对有些人特别不开心啊 因为我看到他前世 怎么样弄别人的 所以我马上就看到了 就不开心了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老实 我告诉你 可以马上叫他趴下来 你相信不相信 算了 好好给他念 1500张 剪掉 你现在400张 还有1100张 明白了吗 好了 台长 台长爷爷 台长爷爷 谢谢菩萨 谢谢菩萨 大家看见了吗 师父给你们颜色看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控制他身上的灵性 但是问题我不能做 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是菩萨 有业让他自己还 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拼命的念经 来还债 好了 下句吧 打句话 比赵 我们是名字幕 谢谢菩萨 我们是为了 我可以纳于 一起看 我们是为了 我可以对你 我们是为了